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句境界难得闻 今于无量聚之节 读诵受慈意如是 如说修行者更难 于且菩萨界 各位菩萨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请放掌 我们上一次讲到第四条戒 不枉应共戒讲完了 那我们这一次就翻开课本三十一页 你们的课本可能有的人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就是讲第五条 不受候诗戒 你们看一下你们的不受候诗戒是在哪一页 你们自己翻到哪一页这样子 第五条 清戒的第五条 不受候诗戒 小本47 大的31 那么不受候诗戒呢 主要先看这个科判这边 它分两颗 心一先说明这个犯相 那心二就是在说明没有犯的相貌 那之后又分 心一又分成两颗 第一颗叫做染为犯 诺诸菩萨 安住菩萨 敬戒律余 就是指这位菩萨呢 他是受了菩萨戒的这位友情 那他受了戒之后呢 有安住在戒律余上 之后呢 他持种种 生色可染 生色就是指黄金 就是他原本的原色 原生的原色叫金 黄金 那可染呢 就是指银等等 就是银呢 银可以染成金 可以染成金 叫可染 或其他的物质可染的 那魔泥 珍珠 琉璃 等宝 即使种种 众多 上庙 财力 共聚 因勤奉施 就是这位菩萨呢 他持种种的这个 最上等的物品 想要来做布施 那很诚恳的 很诚恳 主动的要去供养 那么呢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 这位菩萨呢 由于悬恨心的关系 慧恼心 所以呢 他拒绝 不接受别人的布施 不接受别人的供养 那这样子呢 称之为有犯 有所为悦 是染污心的违犯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 舍有勤故 舍去有勤 你没有给对方有一个 种福田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条戒呢 他还是偏指这个 出家菩萨 偏重在出家菩萨 麦克风 无限的 就是说 这个菩萨戒呢 他的那个戒条里面的一个架构 你知道大概他每一条的架构之后 你就比较容易去理解 第一个就是说 他会先说明 这个对象是谁 对象 像这条戒条的对象就是指什么 注戒菩萨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之后他的文会说到什么 他的境界和他的事 就是这个戒条他本身想要阐述的是什么事情 他的境界 比如说 我们刚刚念的这个戒文 他这样阐述的是什么 就是人家贡仰 诚恳的贡仰 那他的对象是谁 就是指诸戒菩萨 再来就是说 你怎么样子为犯 那你不接受嘛 对不对 这位受此菩萨界的菩萨 他不接受别人的供养 那么怎么样是犯 那犯里面还有分为怎样 对 一个是染污心的 那一个是叫非染污 一个是非染污心的违犯 之后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类似于他的开源 就是说怎么样是无违犯 所以多数 多数我们的戒条都是属于像这样子 这样可以理解吗 这样你来看那个戒条他就会比较容易 那有的戒条他没有所谓的这个非染污心 那有的是没有所谓的无违犯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读这个 一些菩萨界的时候 这样子你就比较容易去理解他的那个壳 他里面的架构 那当中呢其实多数的非染污心都是指什么 懈怠 懈怠 放逸 对不对 还有一个 失念 对妄念 这是我们凡夫比较容易产生的一个非染污的心态 所以他戒条里面很多 很多后面的会讲到非染污的都是包括在这个里面 包括在这个里面 好 那之前他有统计过他就是说我们的染污心里面 像之前我们有说到这个怀着什么 焦慢心 焦慢心是也有 但是怀着嫌恨心 然后会脑心 我们现在这条就有了 对不对 怀着嫌恨心和会脑心 所以而违犯戒条的机会 在清界里面占了20次 出现了20次 所以四中四十八经里面 四十八条里面他就占了20条了 所以嫌恨心和会脑心这件事情 我们有必要深入的去理解他一下 假如我后来回去想一下 假如我只是名相上跟你们带过 可能大家对这个没有很具体的理解 所以我们第三节课来讨论一下这两个 还有上一次没有讲到的那个焦慢心 假如有机会的话 时间上够的话 那这个是这里先补充一下 这个我们这一条 我们瑜伽菩萨界里面 主要的一个架构 还有容易出现的这个事情 这样我们再读起来 就会比较容易一点 我们看客文 我们看一下这个序公 他的解释 不受后失戒 那么这一条戒当中呢 有这个有犯还有不犯 那犯之中呢 又有所谓的燃尾犯 还有不然尾犯 所以他先说明这个染污心的违犯 我们翻过来三十二页 大本的 注戒菩萨 就是指说这个已经受了 菩萨界的这位菩萨 称之为注戒菩萨 那欲有他人手持种种宝物 如生色 就是黄金 以金色生本至黄 所以梵萨 一银生色 它是从梵萨翻过来的 所以称之为生色 那可染呢 可染就是指白银 因为银呢 可以染为金色 所以又称之为可染 那又称之为什么 相色 四色 以梵萨呢 称银有可染 及相四之意 当然这个是以以前的那种科技 来做解释 以现在的科技来讲 很多的东西都可以染了嘛 对不对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镀 包括镀金 镀银 镀什么 就是现在还有一种金 也类似做起来好像真的黄金 一样的一种物质 那梵萨呢 欲云珠宝 或云离构如意 那梵萨呢 称之为莫挪泥 此云离构 就是指说 这个 此宝啊 这个宝物啊 光尽 不为购惠 之所乌 之所染乌啦 所以称名为珠宝 也就是珠的种称 那么这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 教界很常在用的什么这个 琥珀啊 珊瑚啊 这个蜜蜡啊 等等这些 都可以称之为 模拟 它是一个种称的意思 种称的意思 那珍珠呢 一名珍珠 琉璃 就是青色的宝 集于车取 玛瑙等 种种宝物 而为共施 要供养 这居士呢 或者是有发心的人呢 要来供养这位 祝戒菩萨 集持种种 众多 善妙 饮食 衣服 卧具 食物 食物就是各式各样的物品 就是说你生活上所需的物品 或者是医药等等 财力共聚 而殷勤奉失 它是很诚恳 很恳切的 来想要供养这位祝戒菩萨 但是呢 这位祝戒菩萨呢 由于呢 怀贤恨心 或惠恼心 所以呢 他没有一种 慈民 色取 有情 的这种意愿 所以呢 他就委屈了 布施 然后不接受他的布施 那么这样子呢 称之为有犯 有所为悦 释然为犯 这个会不会常常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我们不要说 我们不要说这个 我们跳脱一个环境 一个现象来讲 不要说是供养法师 今天你的朋友 想要给你一个东西 假如你们感情好的时候 你会不会接受 会 那假如你们感情不好的时候呢 你会接受吗 不会 不一定 有些会想说 我就是故意要拿 拿一拿 我就是不用也好 那 所以那个心叫做什么 贤恨心 这样 懂意思吗 你讨厌一个人 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讨厌你嘛 那讨厌你是现在所造成的吗 不是嘛 是不是过去所造成的 对不对 那过去留到现在的时候 这叫什么 我们之前有上课有讲到嘛 恨 对 所以叫贤恨心 好 那会脑心呢 就是说 我讨厌这个人 讨厌到一个极致了 心仇旧恨夹杂在一起 我看到你我都很讨厌了 更何况你要拿东西来给我 我有可能接受吗 不可能 好 那这是不是很像我们的心境 好 对 好 所以说呢 所以说这个叫什么叫 贤恨心和会脑心 就是我们可以用现实生活中 你去想一下 好 你去想一下 你因为这样子的心境 所以当别人 要来布施你 供养你的时候 你因为这样子 你不接受的时候 那么这样就称之为 你用染污心来 违犯他 来违犯这条戒律了 这样可以理解吗 这样比较清楚吧 好 好 所以呢 以菩萨 好 那为什么他叫犯呢 因为菩萨呢 他发心 要度一切的友情 好 那么呢 现在呢 以这种贤恨 会脑的心 来弃背 施者之意 那么就是怎样 舍恶有勤固 如是有为菩萨 立生之心 所以呢 他是犯众垢 就是属于染污心的违犯 好 有些人 这个在 这个 有些人他会觉得说 对于一些义礼 没有很通达的人 在僧团里面 总是会有摩擦 那有摩擦的时候 别人来道歉 还是什么 他也不接受 乃至有一天呢 他拿东西要 供养大众的时候 他也说 我也不接受 这样子就是等于怎样 你第一个 你自己内心的这种 你就犯了好几条戒了 称不受毁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说 人家想要供养你 你断了别人的一种 不失的机会 你断了别人不失的机会 那我们菩萨的发心是什么 度一切众生 利益一切友情 对不对 虽然说我们现在 以凡夫生来讲 我们是还没有什么资格 接受别人的供养 因为那个应该要是属于阿罗汉 以上的才叫做应供 但是呢 我们假如借由这样子 给别人生起一种欢喜心 那也是让别人修 也是在一种利益别人的一件事情 那另一个呢 也是因为这样子大家结一个善缘 将来你才有办法有利益他的机会和可能 假如我们对不喜欢的 我们就把它拒之于门乱 那将来有可能度一切的众生吗 不可能啊 而且我们再说了 你现实人间中啊 什么叫做人间佛教 人间清净的善土 净土 人间净土 你周边的人都跟你一样是很好的人 那个就是现实的人间净土了 但是假如你在简别说 这个人我喜欢 这个人我不喜欢 然后我又怎样子的分别他的时候 那是人间净土的存在吗 那就不是了 所以净土是由自己内心所产生的 也是自己去创造出来的 所以说你假如因为这样子 你违背了你的发心的时候 那么你这样就是属于染污心的违犯 犯了菩萨戒了 再来 什么样叫做不染污的违犯呢 若有懒惰 懈怠 妄念 无忌之心 委惧不受 世民有犯 有所违约 非然违犯 就是说 我们常常就是怎样 懒惰 懈怠 妄念 或者是无忌之心 这里的无忌之心 就像我们之前这个课文有解释过的 就是他不是属于善恶无忌的那个无忌 而是属于说 你这个你失去了你的正念 你没有去分别说什么是应做 什么是不应做的 这个无忌之心 在课本25页的最后一行 我们有讲过 我们有讲过 那么假如你是因为这样子 那么你是属于不染污心的违犯 你还是犯 但是他是比较轻 是比较轻的 那怎么样是没有违犯呢 其实刚刚这里 这里说到的是别人来供养你 对不对 来供养这位菩萨 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 他其实讲的是殷勤奉失 但是生活中有很多是主动去跟人家化缘 就是我们是应该以出家中来讲 是要接受别人的不失 那你去化缘 你去化缘 你去跟人家说我需要什么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 但是你要正当的 你是为了生团 为了什么而去做这件事情 可以 那你去化缘 你去需要的时候 他是有规定的 你不能够要人家最好的东西 他这里说 他这里说就是以最好的东西来布施给你 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人家主动给你的 可是你出家中 假如说主动去跟人家要他最好的东西 那么你也是番茄 也是番茄 这个就好像是怎样 经典里面的举例 你跟一个鸟 你跟一只鸟说 我要跟你化缘你的翅膀 吓都吓死了 我跟你讲 同样的意思 那个鸟没有翅膀 他等于就废掉了嘛 对不对 所以为了保护善心的时候 是应该是要依照信徒的能力 你自己的需求 然后才去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主动的去要最好的东西 这个是准备的时候想到的 想到的 那么顺便说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呢 是属于没有违犯 无违犯者或者是心狂乱 你自己的心狂乱 或者是别人的心狂乱 那么这样子呢 你不接受呢 那是没有违犯的 那获官受以心生染拙 或者是说 假如呢 因为他供养的都是很好的东西 好 那么接受之后 由于我们是凡复生 有没有生起染拙心的可能性 有 所以我们可以不接受他 但是你要跟对方讲 好 你要让他明白 好 这个就好像是什么 你们有没有拜过那个水灿 三昧水灿有没有 为什么是三昧水灿 那个原有是怎样 物达国师嘛 那为什么他会生人面疮 不是 他是因为人家供养了他一个 沉香的宝座 所以呢 他心里就生起种种非法 非如意 非如理思维的心境 好 是这样子 所以 假如说你知道说 这个东西会让你心里生起染拙心的 你也可以不接受他 好 因为 有时候这种物质的东西啊 很迷人啊 很迷人 好 像那个沉香 你现前的 这个 沉香现在是很贵很贵很贵 乃至有些人 那个沉香一串都要一百万这样子 好 那个都很贵 假如你接受了 你有可能会觉得说 我会染着于他 你会贪着于 每天呢 本来出门很 都不会有挂碍的 结果呢 你带了那一串出门之后呢 你的这整只手呢 你的正念都在这整只手上 好 那这样子呢 你也是不好 好 就是你已经生起一种染灶心了 好 好 然后还有什么 或观后识 比定追悔 或者是观察说 欸 来布施的这一位 友情呢 好 虽然他现在布施的时候 好 他是很 很殷勤很懇切的 但是呢 将来呢 他一定会后悔的 好 那这样子呢 你不接受 你也是没有违犯的 好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有些人啊 好 有些人可能 他要布施的时候 他家里的人不知道 好 这个 很多人常常做这种事情 好 那结果家人知道了之后呢 说你去 去拿回来 什么这样子 好 那假如说我们知道说 这个人已经有这个情况的时候 好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欸 那我们不要接受他的布施 这样是可以的 好 好 或父之彼 于是迷乱 就是 这个 假如说这个菩萨 有神通 或者是呢 由别人呢 传来消息 知道说 施主的这个 布施的人啊 他布施的这些宝物啊 是自己要用的 好 但是呢 由于自己搞错了 而布施的 那么这样子呢 你不接受 你也没有违犯 这个叫 施于迷乱 有的时候他布施的时候 是跟他本来要布施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他拿错了 好 这是一种解释的方法 方法 那还有其他不同的 这个 这个 施于迷乱 还有其他不同的说法 好 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 蓄公他怎么说 好 或者是呢 知施足 谁舍 谁受 由事因缘 定当 平溃 好 你知道布施的这个人呢 好 他呢 假如 一布施之后 他一舍 舍给你嘛 他就布施给你嘛 然后你马上接受之后 那么由于这样子的因缘 会使令这位施足呢 将来 会很贫 贫穷 会很匮乏的话 那么呢 你也可以不接受他的布施 好 在早前 在 一二十年前吧 好 有一段时间呢 有些人是怎样 他会把自己的房子 车子 拿去贷款 然后拿来供养 生团 好 但是像这样子 你就可以拒绝他 因为假如他用这样子的方式 会造成他将来的生活上 很贫困很匮乏的时候 你是可以不接受他的 好 这是为他着想的 好 就是 随舍随受 后 定当贫溃 好 这样子 乃至现在有些 呃 有些 居士啊 也很发心 好 也很发心 都把最好的都拿到生团来 但是呢 反而使令他自己的生活啊 好 有困难 那像这样子 你也可以不接受他 好 之前我们住在生团里面 就有遇过这样的情形 好 那个居士他负责 他是属于在做餐厅的 他开餐厅的 好 然后他也会到这个生团里面去 就是说比如说有人想要摘生 那么就找他 好 找他到生团里面去煮菜给大家吃 好 比如说说好了好 好 一桌六千块 六千块的菜 结果呢 这位 这位 这位居士呢 主菜的这位居士呢 好 他一桌都给你做到八千块 每次都这样子做 每次都赔钱 赔到自己都没钱 还去找别人借钱 那像这样子 好 生团就是可以说 那以后我就不接受了 好 不让你来做这件事情 好 因为你要顾虑到他的心 他的生活 好 种种这样子 好 那这是一个 或知此物 是生且物 脆肚泼物 你知道说这个物品呢 他是属于大众生的 是属于生团的东西 或者是脆肚泼 脆肚泼就是指佛塔 那佛塔里面都会放什么 放一些宝 不管是现前物质的宝 或者是法宝什么这些 好 那假如说他是属于佛宗里面的这些物品 好 这些宝 那么呢 你也可以不接受他 好 因为生团的东西啊 他居士供养的时候 是供养给大众生 所以当生团的东西要送出去的时候 是必须要有大众生的同意 才可以送出去的 好 不是一个人做决定的 好 那这是为了保护大众生的心境 那么也是保护受者的 这个 因为假如说你现在接受的一个东西 他是属于生团的 但是没有经过生团大众的同意 你来领取的时候 你接受的时候 我们也是结罪哦 我们也是结罪哦 我们也是结罪的哦 所以在戒律里面 他很威系 有学你才懂不学 不学就是有很多很威系的地方 你都不知道 所以说生且悟 生团的东西 除非是他们有经过结模同意 或者是大众生的同意之后 你才可以接受 假如没有 那你不能够接受 你不接受 他是没有罪的 不违犯的 好 或知此物 结到他的 或者是说 知道说这个东西呢 他是这个抢劫别人的 或者是偷来的 那么呢 你也可以不接受他 因为这等于是什么 张物了 是张物了 好 那也会助长他 这样子 做这件事情 或知此物 由是因缘 多生过患 什么过患呢 我们这里是用分号 对不对 我们的标点符号是分号 其实他应该是要冒号 他是要冒号 生多过患 然后什么样子的过患 以下这些过患 或杀 或服 或罚 或处 或贱 或贵 或责 那么会生起这些过患的后 我们不接受的话 也是没有违犯的 或杀 就是说 或杀 或辅 比如说 你人家拿一个木头来好了 拿个木头 结果这个是上好的这个什么 快木 或者是牛樟木 那么呢 你假如不知道 你就拿了 结果呢 这个东西呢 他是属于去山林里面 稻肯的 或者是 这种漂流木 你没有经过合法的去检石的时候 那么有没有可能会造成被国家所处罚 或者是被抓去关了 然后因为对方跑了嘛 对不对 你有理也说不清嘛 所以这个是这样子 你不接受的话 你也是没有错的 是不会有过患的 或醋 这个一个黑 再一个粗 叫做醋 它的意思就是被排斥 或者是贬下 被排斥被贬下的意思 或贬 会被别人所积贬 或者是被喝着 比如说 出家人 人家供养你一台车 结果这台车是什么车 这种豪华的 什么 宾室的 老师来师 这种 那么你接受了 你将来会遭受怎样 人家的积贬 或者是 或者是人家也会可能会 排斥你 看不起你说 你这个 出家这种升格 怎样怎样子的 或者是你的师长 世人所喝着 那么你不接受 他也是没有违犯的 没有违犯的 好 五违犯者有八因缘 我们看旭公的这个解释 五违犯者有八因缘 第一个 或者是心呢 癫狂迷乱 那么你不接受呢 是不犯的 第二个 或自观察 受重宝宜 受这样贵重的宝物之后呢 你的心 会生起一种染爱 贪着不舍 那么为了呢 自己保护自己 让这个烦恼呢 不升起 所以呢 你委屈 你不接受 也是不犯的 或观 比 现在 或者是观察呢 第三个 观察呢 他现在呢 虽然是很殷勤的 要行布施 但是呢 将来呢 布施之后呢 回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已经会生起一种 追悔的心啊 就说 不应该那样布施 由此为原 而委屈不受 不犯 这个很容易发生在说 你布施的东西啊 假如他以后会增值的时候 他增值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后悔了 像沉香有沒有 沉香木以前很便宜嘛 尤其是那种比较好的等级 比如说岐南啊 红土那一类的 他本来一克 一斤 一斤可能 两万块 但是现在呢 一斤都要四十万到一百万这样子 你假如供养这样子的东西之后 你当初买的时候很便宜 但是你供养之后 他一直升值 一直升值上去 我后悔了 师父我给你换回来好不好 我用多少钱给你换回来这样 这叫后悔 悔 或者是黄金嘛 像现在黄金 涨翻了 对不对 一钱 一公斤好像已经要两百万了吧 一公斤的黄金都快两百万了 对啊 好 或父之彼 不失之仁 于失迷乱 于失迷乱 那旭共这里他是这么解释 他说 因为呢 癫狂 心乱 而行重宝之失 他的心 癫狂 所以把最好的宝物 拿出去不失了 好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呢 或彼虽作重宝之失 而不信 因失得果 他虽然 布施了这个很贵重的东西 但是呢 他不相信这种 布施会得到好的果报 那么由这样子的因缘呢 好 你不接受 你也是不犯的 好 你也是不犯的 好 那第五个 或知施主 布施重宝 我弄随笔行施舍实 我弄随着说 他只要一布施的时候呢 我马上就接受的话 那么呢 这样子会怎样 会令布施的人呢 由事因缘 定当 贫穷 潰滑 所以呢 你不接受呢 也是不犯的 好 第六个 或知彼所施之物 是生且物 是生团的 或者是脆土薄物 佛塔庙宗的物 宝物 那么接受这样子的东西呢 就等同于犯道 或罪深重 由事因缘 不受不犯 好 因为在那个 戒文里面 在一个戒文里面说 五逆是重 我亦能救 道生物者 我所不救 好 就是说 你 你接受了 就等于同是道生物 那么这个罪呢 他是很重的 很重的 假如你知道 这个是生团物的话 好 好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道生团物是很重 所以说去到寺庙啊 什么东西 不要随便拿 要拿 要问 要问 好 像我们自己出家人 在生团里面 懂的人 我记得我们读书的时候 我们读书的时候 因为我们读书的时候 是在佛学院嘛 那里面都是出家众 那我们佛学院 有时候要寄东西的时候 就是有宅配会来收 然后我们就会把钱放在图书馆的桌子上 然后我们每次只要放了钱啊 他没有来收 我说有一次 对方好像放了三千块钱在桌子上 放了一个礼拜都没有人 动都没有人动 好 这很难得啊 这就是说 还有 就是说 大家这样来来去去啊 大家都知道有那个概念 就是说 只要是 不是你自己的 你都不要去动 这是很好的一个习惯啊 好 所以到生团的时候 要很小心 要小心 好 好 因为十方物啦 你受十方的你将来就是要 归还十方啦 那个其实这个就跟我们政治人物一样 政治人物呢 受十方的俸禄嘛 好 必忧其民啊 好 好 那所以呢 你看他接受十方的 的这种 这种 这种俸禄的时候 假如他没有好好的 去实行他的工作的时候 那他将来的果报是怎样 我不知道什么地域啦 但是我可以知道的就是说 好 绝对非常不好 好 因为他接受的也是十方的 十方的 的 的 財物啦 好 好 这个不能再讲下去 政治的不能再讲 很敏感 好 再来 获知此等宝物 系由捷到他人而得 他是 这个抢劫 或者是拖到他人 来获得的 那么你接受呢 就等于同是分章 那么有违国法 违背国家的法律 那么有事因缘呢 你不接受呢 他是不犯的 好 第八 获知接受此重宝失误 好 将有事因缘多生过患 什么过患 就是说 好 如果说一旦有了重宝 好 他反而呢 会招致他人的寄予 唐彼恶人恶王 起魔才害命之心 或遭杀戮 就是说 你这个东西是重宝 好 像刚刚讲的比如说 你那个是黄金啊 还是什么很贵重的东西 别人寄予的时候 你有可能就因此 丧失了你的生命 所以你不接受是可以的 或被戏辅囚禁 或受敌伐之苦 或受屈处流放 或为他嫌恶 乃至受斥责等 为防如是种种过患 而委惧不受 皆无委犯 好 那么这个是属于这个 第五条 不受厚施戒 不受厚施戒 好 我们再看第六条 更六 不失其法戒 里面也分两个 心一是说明犯 那心二就是说明无委犯 那心一这个犯向里面 就分两颗 第一颗叫染为犯 第二颗是非染为犯 诺诸菩萨 安诸菩萨 境界律于 他来求法 怀贤恨心 怀慧恼心 嫉妒便意 不失其法 是名有犯 有所违约 是染为犯 这位菩萨呢 他也是 祝菩萨界的这位友情 这位菩萨 对于别人呢 来求法 求法 不管是世间法 或者是出世间法 那么呢 你怀着这种 贤恨心 慧恼心 还有嫉妒便意 嫉妒便意 嫉妒便意 是什么 就是说 你内心啊 没有这种 妙庆长老他这么解释 他是解释说 你的内心里面呢 没有界定会的庄严 你会随着贪嗔痴而生其变化 这个叫嫉妒便意 好 那么因为这三种心呢 你没有布施他法 好 那么这样子呢 就称之为有犯 有所违约 是染为犯 好 前面的更一到更五 主要是在说障碍这种财师 那么这条界呢 是在障碍这个法师 好 法布师 那么这条界有没有跟 之前我们上过的一条界 有点类似 差一点点 世纵里面有没有一个 迁徙财法界 好 有没有印象 就是说他人家来求财求法 但是你不给的时候 你就是犯根本 好 那么这里就是少了一个什么 少了一个财 好 少了一个财 假如你 你人家来求法 你不给 然后也跟你求财 你也不给 两个同时都不给的时候 那么你就犯根本了 你就犯重 好 我们看一下旭公他的解释 此不失其法界 有犯与不犯 那犯中呢 有染污违犯 还有不染污的违犯 那先说明呢 这个染污心的违犯 这位住戒菩萨呢 遇到别人 来求正法 是正法 不是说 来问什么感情的事情 还是说什么 这些这个婆媳问题 职场的斗争的问题 不是这样 是为正法 为正法 或请讲说 或求所经见 菩萨呢 因随力所能而行法师 令其以获益 你随着你自己所能够的 随着你自己所知道的 随着你的能力 来为别人宣讲 来为别人开导 使令他获益 那假如呢 你今天呢 反而呢 怀着贤恨心 或者是说 你怀着这个慧恼心 然后呢 你不为他说法 或者是你不给他这种金书 金卷 就是书本 金书 或者是呢 出于嫉妒之心 就是说 害怕呢 他听闻这个法之后呢 看了这个书之后呢 他生起殊胜的智慧 他会获得 比你更多的力 这种是嫉妒之心 就是说 长江后浪推前浪 这样子 前浪使在沙滩上这样子 那种概念 那种嫉妒心 这也是不对的 或者呢 虽未说 与其金卷 或者是你为他而宣说了 也给他这种金卷了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心呢 发生了变化 发生了变化 不衡为说 你说一半 你就不持续的为他说了 或者呢 说不尽 就是说 你没有把 他问的问题 你该讲的答案 你没有究竟 圆满的都给他解答 你还要藏一首 你还要藏一首 这样子 叫说不尽 或者是说 你对于这本书 你没有把他讲完 他问的问题 你没有完整的回答 那么 这样子叫说不尽 那么都是有嫉妒心的关系 或虽赞与金卷 或者是说 你现在给他这本书了 但是呢 之后呢 你又方便所回 你又把他拿回来了 不让他继续读了 不让他继续读了 因为他现在呢 比你更出名了 更有人拥护了 或以其他苦做 饿食 漏住等为方便 就是说 你这个 别人来求法的时候 你跟他说 你必须要先帮我做什么事情 做一些劳力的付出的事情 苦做 很辛苦的工作的事情 或者是呢 你给他不好的食物 或者是说他来听法的时候呢 你给他一个 最低的 最低条件的住宿的品质 这叫漏住 等为方便 以这样子呢 以这些呢 为方便 使令这个呢 来求法的人呢 生起热闹 如是等因缘 不失其法 世民有犯 有所违约 世然违犯 好 那么这个主要是在说明说 就是说 别人来求法的时候 你不要有 过多的心境 你不要令法 令法 令法会怎样 将来的果报会怎样 愚痴 对 愚痴 那有时候 这个 人家来求法的时候 同样的 同样的两个人 三个人来 好 结果呢 你 差别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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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人对你讲话很甜 那么这个讲话很直 还有讲话很傻 那结果呢 你就差别待遇 这个讲一半 这个讲完整 这个根本不讲 那这样子呢 都是不对的 都是不对的 好 好 那尤其是初初学的时候啊 到这个僧团里面去学习的时候啊 比较容易有这种的情形会发生 好 那么这也是 对于这个说法的人呢 自己要谨慎要去注意 所以这条戒还是偏重在于出家众 好 在菩萨戒里面有很多是偏重于出家众的戒律 的戒条 好 就是说 乃至我们教学生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好 你要有教无类 好 有教无类 好 好 那么怎么样是非染无违犯呢 好 若有懒惰 懈怠 懈怠 妄念 无忌之心 你不不失他法 那么呢 称之为有犯 有所违悦 非染违犯 好 我们翻过来三十六月 好 那么呢 这个是由于什么 愚痴所起 好 你是一种无心 来气舍有情 所以呢 你是结清垢罪 好 那本来说法 好 说法 你不失法 就是为了什么 使令大家呢 智慧都提升 好 使令大家呢 都脱离这个 三界的苦 使令大家呢 都一起成就佛道 好 那么 假如说你的发愿是这样子 结果呢 你现实情况说 情况中 你遇到一个你不喜欢的人 你讨厌的人 然后你就升起这种贤恨心 会脑心 好 或者是说这个人 他的表现 反而比你更好 因此 你就不教他了 好 然后 或者是说你教一半的 那么这样子呢 就违背了你当初出家的 或是发菩提心的意愿了 乃至说也违背了你 你使令你大众一起成佛的这种可能性了 好 所以这个是有犯的 好 好 我们这一节课先上到这边 先下课 我们来解释说 这个不不失 不失其法界 怎么样是属于没有违犯的 好 怎么样是属于说 你不不失 你是没有犯过错的 好 无违犯者 为诸外道 事求过短 好 就是说 这一切这个 其他的宗教的人 好 他是为了知道说 我们佛法里面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想要来挑战你 打压你 那么这样子呢 你对于他来求法的时候 你不跟他讲 你是没有违犯的 你是没有违犯的 或者是说 有一些什么 复佛外道 好 就是拿少许的佛法里面的义理 来制成一格 形成一个宗教 宗派什么的 好 然后呢 他只是为了要来知道你佛法里面的东西 使用他自己的这个团体壮大的时候 好 然后像这样子 你不跟他讲 你是没有违犯的 好 事求过短 好 或有重病 或者是说 你自己有重病 或心狂乱 就是说 你自己的心狂乱 或者是别人的心狂乱 都算 或欲方便 调笔 伏笔 出不善处 安利善处 或者是说 你为了使令这个人呢 你不跟他讲这个法 是为了使令他呢 改掉某些不好的行为 或者是过失 所以你不跟他讲 好 像这个啊 我就有遇过这个 就是说 有些人啊 有些人 学习 呃 禅法 好 他很努力的去 学习一些其他的 难传的禅法 但是他学习禅法的目的是为什么 他是为了要 教学 那教学是没有错嘛 对不对 可是他教学的背后是为了 舞台 他需要一个舞台 他需要一个力养的恭敬 那么像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不跟他讲 你是没有 过失的 那你不跟他讲 你的心情 应该是怀着一种 怎样 我今天不告诉你 不是说我吝啬这个法 我不跟你讲 是为了使令你改变你的心境 将来学这个法 是要用在自己 自己的生活上 行为上 乃至 扩大一切 让一切的众生 可以真真切切的 体悟到这个法 如何去使用操作 这样子 所以像这样子 假如你不跟他讲 你是没有违犯的 是没有违犯的 或于是法 未善通力 或者说你对于这样子的法 你没有很善巧 很通达 像这个 比如说我们有三大戏 这个 为士 或者是中官 或者是如来葬 那 比如说你只是对为士比较熟 那别人来跟你问中官 什么八部中道的时候 然后 那你不懂 你没有跟他答 没有跟他答复 那么你是 没有违犯的 未善通力 这个 不会 说不会 是比 乱说一通 来得好 因为将来那个果报 很 很 很不好 你不懂 你 你跟人家讲 那将来就是 我没有跟你们讲过百丈禅师的故事 不落因果和不媚因果的故事 有 没有 没有 真的吗 我再讲一次好了 以后你们要帮我记得 我没有讲过 好 这个有一回啊 这个百丈禅师 他在主持一个禅期 那么禅期 禅期当中呢 有一位老人家 他头发苍白 那他参加到最后一天圆满 结束之后 他还留在那里 他没有回去 那他就跑去找这个百丈禅师 他就问他说 出家人啊 不落因果 还是不媚因果 你们想一下 是哪一个 修行人 太好了 太好了 真棒 好 那 那他 百丈禅师回答他说 是不媚因果 好 那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问这样子 他说啊 他过去五百世都是一个狐狸 好 那在这五百世之前呢 他曾经是一位这个修行人 但是他的弟子问他说 修行人 不落因果 还是不媚因果 他回答他说 好 不落因果 好 因此呢 五百世都当成一个狐狸啊 好 那么借由这一次这样子 听到之后 他才知道说 哦 原来他错了 好 不落因果 不落因果就是说 他不属于因果的范畴之内 好 好 你这等于是有因无果 这是属于邪见了 那你不媚因果就是说 你明白说因果 不管在什么人的身上 你都是 在这个范畴里面 那么你清清楚楚的 好 不会媚 就是无知啦 好 你不会错误的认知啦 好 所以说 这个对于这种自己不懂的东西啊 好 不要乱说 好 或者是好为人师的话 这个将来对我们都不好 不好 好 好 或于是法 未善通力 或父见彼 不生恭敬 吾有羞愧 以二威夷 而来听受 好 那么 就是属于这个求法的人呢 他不是用一种很恭敬的心情 好 然后呢 他在问你的时候呢 他的那种威仪啊 仪态啊 都不好 有些人可能 站个三七步啊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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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翘个二狼腿啊 就来问的这样子 好 乃至现在有最多的是什么 网路 好 网路上啊 有些在问佛法 其实是很 很不客气的 是很 很 没有礼貌的这样子 好 那像这样子 你不回答他 你是没有违犯的 是没有违犯的 因为有些人的 问 他是来挑战而已 好 因为我们现在网路有很多键盘侠 好 你根本 对他们是没者的 好 没者的 好 他们只是等着要你出囚而已 好 等着要你出囚而已 好 好 霍父之笔 是顿根性 好 就是说他的性境念定位啊 他是属于比较顿的 他不是属于利根的人 于广法教 得法究竟 深深不畏 当生邪见 增长邪止 摔损脑坏 对于这广大的佛法的教理呢 假如说他理解了之后 得到法的究竟 知道说 比如说这个我空 或者法空这件事情 他知道之后 反而生起一种 很深的一种不畏心 好 因为我们凡夫是习惯有我 那么你突然间跟他说 无我的时候 他等于 他一个核心的东西 被剥离走的时候 他内心是觉得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好 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么呢 那恐怖之后呢 他就会生起一种邪见 好 或者是会觉得有一种断灭 好 他生起一种断见 好 等等的这种错误的之间的时候呢 增长邪止 好 摔损脑坏 那么对于这样子的 这一类的顿根性的众生呢 你不跟他讲的时候呢 好 也是没有违犯的 好 因为有些人 比如说 他对于这种大圣的义礼 他不懂的时候 你 他一直问 你一直讲 他还是不懂 好 那等于是 对彼此都没有利益的事情 好 或父之彼 法治其手 转步非人 而不失于 皆无违犯 或者是说 对于这个法呢 他问了之后呢 你跟他解答了之后 或者是说 你把这个经典给他的之后 他会再把这个 给非人 给这个 不是有正当意向 来求法的人 这个叫非人 他把这个是给一些 比如说 父佛外道什么的话 像这样子 你不给他的话 你不不失的话 那么呢 你是没有违犯的 是没有违犯的 好 我们看一下旭公的解释 无违犯者有八个因缘 好 第一个 对于来求法者 是恶外道 是佛 父佛外道 是相似佛法 他是为了侦查 誓求 就是追求 探求 寻求 佛法的过失 佛法的短处而来的 那么 以此因缘 不识其法 不犯 因为 假如他是为了追求 我们的 佛法里面的过失 和短处而来的话呢 你跟他讲 讲了之后呢 对彼此都没有利益 只是增加彼此的困扰 和误解 好 所以呢我们不说的话 那是不犯的 好 第二个 或者是说呢 他来求法的时候 那么你自己有重病在身 好 你生病了 所以你不说 那是不犯的 好 第三个 或者是说他来求法的时候呢 你自己的心 癫狂迷乱 不犯 所以你不不失他法 你不犯 或者是说 求法的人 他的心 是狂乱的 他这种狂乱心 或者是有 精神上有异常 然后 来跟你问佛法的时候 那么 你不跟他讲的话 那也是不犯的 就 或心狂乱 第四个 或遇 以不失其法 为方便 而调比伏比 使其出不善处 按利善处 不犯 就是说 或者是说呢 他有求于你嘛 他来跟你问法 他有求于你 那么呢 你就是借这个机会呢 来调整他的心态的时候 所以你不不失他法 用这样子作为一个方便 来挑付他的心态 使令他呢 从这个不善处 到达这个善处 也就是一种善巧方便 那么这样子呢 就是属于不犯 第五个 或自己呢 对于这样子的法呢 尚且还不能善巧 通力 那由四因缘而不为说 或者是呢 不给予他这个经卷 你不给他这个经典 书籍等等 那么是不犯的 第六个 或父见彼来求法者 与法不生恭敬 且心无禅词 急于羞愧 比如说 有些人来问你戒法 来问你戒法的时候呢 其实他只是 想要知道说 你 你受戒的人 你犯了什么戒 那么戒机会呢 来看你的短处而已 并不是说自己内心呢 有一种惭愧心 羞耻心 想要来理解的时候呢 那这样子呢 你不说 你也是不犯的 或者是 以不合听法的二威仪 而请说法 什么是二威仪 就是说 照理来讲是 说法者上坐 听法者下坐 像我们现在这样子 那二威仪就是怎样 听法者在高坐 说者在下坐 你们都坐在台上 那我坐在台下 那就是二威仪 就是不恭敬这个法 也不恭敬这个法师 这样子 或者说 听法者或坐或握 说法者或站或坐 或者是说 听法的人呢 手执刀杖等等 那菩萨呢 为了敬重法的缘故 因此呢 而不布施他法 是不犯的 是不犯的 那我问你们 我上课这样起来写有没有犯 不犯 不犯了 不犯了 是威仪比较没有 比较没有 比较没有 比较没有像 没有那么庄严度没有那么高而已 但是假如我们就 就 听法者的效果来说的时候 有时候呢 你上课的时候 你用写的 或者是用图表这样子来做的时候 反而是更能够让 听课的人 吸收 专注 理解 假如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那么你这个法 你这样子的时候 他也是不犯的 他不犯的 只不过是说他的威仪没有那么庄严度没有那么好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有一点 轻微的违犯 所以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 重视戒律的这些律师 他们就不会有这个行为的产生了 他们一定是 这个 端生正做 结家福做 这样子 那当然他们有那个需要性 因为他是大家的一个 对戒律上的一个精神指标嘛 他当然要吃得好 他吃得很 巨细迷 这样子才能够做我们的一个模范 这样子 好 那第七个 获父之笔来求法者是顿根性 这个人他是顿根性 那所请问者 是方广大圣的教义 他问的东西是大圣的教理 因基教不合 恐怕他听文之后 听文这个方广大圣法教所说 需要经过三大阿圣其解 修诸难行苦行 才能够度一切众生 断除一切的障碍 才能够得法就尽 由于听到这样子 要这么久 三大阿圣其解 听到之后 深深不畏 那么由部位而生起一种猜疑 那么由猜疑呢 则当生邪见 因为他害怕 所以他就猜说 真的要这么久吗 需要这么久吗 然后种种的猜疑 你就会生起种种的邪见 然后说 大圣佛法 非一是佛说 由是因缘 增长彼之邪直 错误的执着 乃至呢 毁谤大圣 将来定当堕于恶趣 而且呢 自己呢 以为或摔损脑坏 官有此缘 而为不说 不犯 像比如说你南传国家的人 或者是说有些 他们会来跟你问说 大圣是不是佛说 像这样子要不要回答 看情况 看情况 他是真心想问 大家来讨论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回答他 那假如说这个众生的根性 他听了之后 反而会毁谤大圣 等等的时候 那我们不需要去回答他 或者是说 比如说那个大圣庄严经论里面 他就是在解释这个 大圣非佛说的这个议题 他列出十条来破解这个东西 像这样子的书 你也可以不拿给他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意思 这样比较容易理解 好 第八个 那是一文法之气 第二个 第二个 为得辞法者 非为自求圣志 不是为了自己说 也要获得这种殊胜的智慧 断除烦恼等等 乃是为了借由这样子 来炫耀他人 成为 事求过短 那第三个 或者是说 为了得到这样子的金鉴 而逆偿 贩卖 以求名利 那么这样子 有如是等因缘 而不施予其法 皆无违犯 这样子呢 都是没有违犯的 好 那么所以说 法 其实法这件事情 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像自己 自己对这个的概念 就是说 假如这一次 我们没有听到佛说 这一切的法 乃至 这种 地异地的法 用我们自己的智慧 我觉得啦 用我自己的智慧 是不可能够 是不可能理解这件事情的 好 那佛当时布施给我们的时候 他有没有藏了一分一好 没有 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 应该也是要用 这样子的心境 对于一切的人 只要有机会 只要有人有需求 那么我们就努力的 把这个东西 传播出去 可以使用大家的烦恼 得到解脱 好 所以 千千万万不要有这个 令法 这件事情 好 菩萨 得到一个法 好 的内心的欢喜 就会想要努力的把这个法 布施给别人 好 布施给别人 所以更何况我们 好 那个法 有时候啊 你很深入的 你去理解的时候啊 那么 对于比如说这种 菩提心 好 你深入的去理解 知道说 什么是彻底的菩提心的时候 你内心会生起一种 一种很感动 很喜悦 很有 有道很 乏喜的一种心境 好 所以乏会在你内心 产生一种滋润 乃至说 对于一种无我 好 无我的这个概念 你在静坐的时候去思维之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 你有一种相似的 几分的无我的理解的时候呢 你内心会生起很大的一种感动 那种 乏喜喜悦 那么那种喜悦 会使令你想要把这个东西 努力的 分享给 一切的众生 好 所以说 这个 这样子的喜悦呢 不应该是只有自己获得 应该是要由大家来获得 因为当时呢 佛也是这样 佛乃至我们的前辈 圣贤祖师都是这样子 呃 不畏辛苦 努力的把佛法给弘扬 弘传下去 好 所以我们 懂了之后 不管是第一地 或者是说菩萨界 我们懂了之后 我们就是努力的 把它给大家知道这样子 好 这样子才有办法 实现这种现实的 清静的 庄严的人间社会 好 懂的人越多 你相处的环境你就越和谐 越欢喜 好 我们接着看 三十八页 第七条 七舍二人界 他也分了两颗 第一个呢 就是说明犯向 心一 明犯向 那心二呢 就说明这个 非 非犯向 无尾犯向 然后呢 任一 便犯向 里面呢 分两颗 第一颗 先说明 染为犯 若诸菩萨 安诸菩萨 那禁戒 余 余诸 犯戒 犯戒 有情 怀贤恨心 怀慧恼心 好 什么叫 暴恶 犯戒有情 在中科巴大师 他的解释 就是说 暴恶 就是指做这个 忤逆重罪之人 忤逆 什么是忤逆 你们知道吗 杀父 杀母 杀阿罗犯 除佛生血 破合而生 就是将来会多无间地狱的 就是 急重罪业的人 这个叫暴恶 这中科巴大师是这样子 来解释 那犯戒呢 犯戒的有情是指什么 犯了根本罪 就是杀 盗 淫 妄 这四个 犯根本的人 这个叫暴恶 犯戒有情 好 那么 假如以我们现前的事件的理解的时候就是怎样 就是说 世人所不能够原谅之人 好 叫暴恶之人 比如说什么 虐童的 好 或者是 杀害 父母亲 这一类 这个都是属于世间人 所不能够容受之人 这样叫暴恶之人 好 好 那么你对于这样子的人呢 怀贤恨心 怀慧恼心 那么 有比暴恶犯戒为原 好 因为他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 好 以这样子为因缘 所以呢 你就方便的 气舍他了 那不做饶意 那么这样称之为 有犯 有所为悦 释然为犯 这条界呢 有点困难 有点困难 好 但是呢 他这里呢 其实 菩萨嘛 发心嘛 就是一切众生嘛 那假如你把他气舍的时候就是怎样子 和你的菩提心就 背道而驰 对不对 这就好像我们读书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 知幼斑 对 放牛斑嘛 对不对 放牛斑就是怎样 我准备放弃你了嘛 同样的意思 同样的意思 好 好 那此气舍二人界中呢 有犯还有不犯 那犯之中呢 先说明这个什么叫犯相 之后呢 再解释 后解释 为什么他会犯 就是犯之所以 那么在辨别这个犯相当中呢 有所谓的染污违犯 还有不染污违犯 那这里呢 先说明这个染污心的违犯 菩萨呢 发菩提心 他是为了要度一切的众生 所以呢 他应该怎样 是一切众生等同一子 一切众生都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不应该分别他的亲疏 或者是他的爱政 我比较 跟这个比较亲 跟这个比较没有感情 我比较喜欢这个 比较讨厌这个 不行 菩萨呢 等似一切众生 那么现在呢 住戒的这位菩萨呢 对于诸一向成就上品 不善生与育业的抱恶友情 对于这个 常常做这些 抱恶之事 抱恶之事包括了什么 生 口 意 这三页的事情 或者呢 于烦恼杂多 常做不利于 或者是戒律呢 所违犯的犯皆有情 你犯的杀到一样这些友情 那么应该呢 生起这种 慈悲心 来方便折色 以法来教化他 使令他呢 转抱恶为善良 走上佛法的正道 好 这个是理应如此 但是呢 现在呢 他没有这么做 反于持等友情呢 怀贤恨心 怀慧恼心 不畏说法教化 你没有 对这一类的人呢 你没有 撕出援手 没有伸出援手 来引导他 来教化他 并且呢 由于比暴恶呢 犯戒为他的违缘 觉得说 这个 这位友情啊 难以教化 心不许悦 遂色诸方便 所以色的种种的方便呢 气舍他 而呢 不予于法 以我们佛法里面的正法 来色受 来调服 来承受这位友情 或者是说呢 以种种的财务不失 来做饶益 如是菩萨呢 于菩萨戒呢 这样呢 就称之为是 有犯 有所伟悦 是染为犯 这样是属于 染污心的违犯 好 那么这一条戒呢 是属于这种 布什里面的 色属于这种 无畏师 障碍自己的 无畏师 但是 宗克巴大师在叛教上 在判 他的科判上呢 是把这一条呢 涉属在于 持戒 波罗蜜里面 好 我们一开始是讲 清戒的第一条到第七条 是属于布什 波罗蜜嘛 好 但是宗克巴大师 他是属于 把这一条 列入于持戒 波罗蜜里面 好 因为你在戒律上 你等于就是 违犯了 好 这样子 好 那 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做 不染违犯 若有懒惰 懈怒 懈怠 气舌 或者是由妄念故 所以呢 不作劳逸 世民有犯 有所有月 但是呢 是属于 非懒为犯 也就是说 虚公说 这个是属于 不染违犯 有懒惰 懈怠 气舌 延期 从放逸而生 非由烦恼而起 由妄念故 不作劳逸 显示呢 他并不是故意的 要气舌 这样子的友情 所以呢 他结清购罪 好 假如你是有懒 懒惰 懈怠 妄念 产生的 是属于清购罪 好 再来解释呢 他犯罪的所以 好 为什么会犯 好 为什么这样子是犯 因为 这样子的暴恶众生 是不是世人 天理所不容 对不对 那你说我们 还要再去救他 我们不救他 反而不犯 反而不救他 反而是违犯了 好 我们内心一开始接触到 你会有很多的 问号啊 好 为什么这样子 他这里就解释 好 他说 何以故 非诸菩萨 于尽持戒 生于逾越 己尽现行 诸有情所 就是说 这个怎么看 你知道 就是说 你先把非拿掉 好 你先不要看非 你就说 诸菩萨呢 对于 这种 亲近持戒 持什么戒 持生于逾越 持得很亲近的人 好 激尽现行的 这一切的友情 好 生起怜民心 也会对他做饶益 好 但是你加了一个非 就是说 你 假如说 就是说 你对这样子 持境界的人 你饶益他 那本来就是 正常的嘛 应当的嘛 好 他本来就不需要你太多的去照顾他了嘛 好 好 那如于暴恶 泛界友情 好 那你照顾这个暴恶的泛界友情 应该要跟这个 持境界的友情一样 好 为什么 于诸苦应 而现转者 因为这些暴恶的泛界友情呢 他是因为有很多的苦 为他的因缘 所以呢 才现前 才产生了这么多暴恶之事 也就是说 好 在家里面 比如说在家里面 一个乖的小孩 和一个调皮的小孩 哪一个要花比较多的心事 乖的小孩吗 坏的小孩 调皮的小孩 我没有说坏 没有小孩是坏 都是调皮 好 我们父母是不是要对调皮的小孩 要付出更多的心力 是不是 所以同样的意思 好 你我们对于能够 受持亲近戒律的人 你不用花很多的心思 好 因为你这样跟他讲 他就会如实地去做了 反而对于那种暴恶之人 或者是犯戒之人 你反而要用更多的心思 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来引导他从不善处到善处 好 是这样子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蓄公的解释 好 那么呢 这里呢 此事成犯相 好 这里再解释说 为什么这样子是犯 好 那彼虽报恶犯戒 好 但是呢 菩萨呢 应该要生起这种怜悯心 然后用种种的方便呢 来引导 或者是射受他 使令他呢 离于报恶犯戒 这样呢 才会合乎菩萨度众生的怨心 就好像这个地藏经里面的地藏菩萨一样 众生呢 累犯 他累救 这样子 又呢 菩萨呢 对于苦的众生呢 更因多生辞敏 为什么 因为这一切的善忍呢 他自己知道说 离苦得乐的方法 好 那菩萨呢 他是可以暂舍他 好 但是这些恶人呢 好 这些恶人呢 这些恶人他就是习惯了 好 他就是不断的创造很多的恶业 那么只有苦而没有乐 所以菩萨呢 应该要更起一种 深厚的怜悯心 就好像世间的父母 好 虽然平等的爱你的子女 但是对于病弱的人 或者是偏多 对于病弱的这个小孩子呢 他呢 会偏多怜爱 好 那一般呢 世间呢 虽然呢 不会以这个 放弃 抱舍 不会以这个 气舍 抱恶犯戒友情呢 认为呢 他是一个错误的事情 好 但是呢 菩萨呢 他不然 好 假如他放放弃了他 那么这就是 违越的戒律 好 你就是违背的戒律 所以呢 这里呢 这里呢就是在解释说 为什么 好 为什么这样子是犯 你放弃他的是犯 那何以故 就是真问 他就是在问说 气舍抱恶犯戒友情 为什么是犯戒的理由 好 所以底下解释 非诸菩萨 于禁食生与异业 即尽献行 诸有情所 其怜悯心 欲作饶益 就是说 对于乖的小孩呢 你反而呢 不用那么的 花那么多的心思 以彼身心 即尽无苦 不须更作饶益 那菩萨呢 对于这些暴恶 犯戒的友情 好 反而呢 更应该生起一种 怜悯心啊 来饶益他 经济气舍 故事犯戒 假如你气舍他的呢 那么就是犯戒 如于暴恶 犯戒友情 因其怜悯心 欲作饶益 菩萨呢 对于诸苦因而现转者 义父如是 什么叫做 对于诸苦因而现转者 这个 蓄公解释说 朱友情 生起朱烦恼 造众恶业 造了很多的恶业 那么以这样子的因缘 将来一定度于恶趣 受到了很多的苦恼 所以呢 菩萨对于这样子的友情呢 就更应该生起一种怜悯心 就更应该生起一种怜悯心 思维说 要怎么样子去救这个人 要去饶益这一位友情 所以 对于恶人 恶人 刚刚在讲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世人所 不能接受的话 那假如 这个人 应该是这样问的 就是说 你怎么样去改变你的心境 比如说 最近 我今天来上课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新闻 说韩国有一个虐童案 爆发一个虐童案 那个小孩子也很可怜 后来死掉了 乃至说 我们之前新闻有报的一些虐童 等等 或者是说什么 随机杀人那一种的 好 对于这样子的人 我们有没有办法 升起怜悯心 有 太好了 真的啦 太好了 我觉得我有时候还不行 但是 那个是可以练习的 好 我们可以练习 就是说 你怎么去对峙你内心 因为 其实你听到这样子 你升起的是什么心 贤恨心 会脑心 对不对 马上就相应了 对不对 好 所以 那种心你要记得 好 那假如 今天做这件事情的人 是你的 家人 你会吗 你用什么心 慈悲心 对嘛 哈哈 这才对 这是真的 一定是用这样子的 不然就不叫父母 就不叫家人了 对不对 好 或者是说 假如你是他的律师 或者是说 你是他的心理医生 你知道这个人的成长过程 或者是背景 或者是心理上有什么疾病的时候 你会不会讨厌他 你不会讨厌他 你反而会同情他 好 多数的社会上的问题 人物就是从小 在家庭上有问题 或者是说 人生的际遇上 有遇到什么问题 没有得到适当的一个 一个引导和救护 所以才会产生人格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假使说 我们是菩萨 受菩萨戒的时候 是不是都问 是菩萨佛 对 是菩萨 现在遇到这个就不是菩萨了 那怎么办 就是说 我们应该先让自己 至少不要生气 慧脑心 嫌恨心 我们要练习 我们要慢慢的去练习 好 慢慢的去练习 我讲一个故事 这个 有一会 佛跟这个 大众生在外面 那么到了一个村庄的外面 佛呢 就跟这个 阿难 阿难尊者说 你去到这个村庄里面 那里有一口井 好 你跟那个人 你去那里拿水回来 那阿难呢 他就说拿水 这还不简单 对不对 他去了就拿 结果呢 那里有一个老太太 那那个老太太呢 看到阿难呢 心里就不欢喜 好 然后呢 他就说 我这个水啊 没有给外人啊 都是给我们村庄的人啊 走开走开 我们不给你 然后呢 阿难就好说歹说 然后用诚恳的跟他求 他说 不给就是不给 你不用多说了 你回去吧 那不不不 他就回去了 然后回去了之后呢 他就如实的跟世尊说 怎样怎样子 他没有拿到水 接着呢 世尊就跟这个 摄利弗尊者 跟摄利弗尊者说 来 摄利弗尊者 请你去跟那个 去那里取水 同样的 那么 摄利弗尊者呢 去到那边呢 这老太太也看到他 就心里 升起了欢喜 满心欢喜 喜悦心 就说来来来 你要多少水 我帮你用 还帮他打水这样子 诶 然后他就拿回去了 拿回去了 然后大家就问说 世尊 那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不同的人 要拿同一个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世尊呢 他就说 在过去九远节以前 有一只老鼠 死在路上 然后发臭 那么那时候呢 有一个商人 那他经过的时候 唾弃这个 死老鼠 臭死了 贤恨心 就是嫌弃这个老鼠 怎么死在这里 这样子 脏了他的心情 这样 然后走过去了 那么后来又有一个人 走过去了 他是一个要赴金赶考的 一个读书人 那他这个读书人 要生起一种慈悲心 就把这只老鼠抓去埋起来 这样子 好 那佛陀就说 当时的那只老鼠 就是现代的这个老太太 那么那个商人是谁 就是阿难 那么那个读书人是谁 就是舍利弗尊者 好 所以 这个就是说 怎样 我们对于这个 暴恶之人 破戒之人 是不是就像这个老鼠一样 好 我们 就算不能救他 起码 我们先不要生起一种 贤恨心 好 好 这样 你将来 你要利益的对象 是一切的友情 你将来 才有机会 救拔他 也更容易来救拔他 好 那我早上跟我同学住 我就跟他说这个故事 他说 哦 还好 这阵子看到都有抓那个老鼠去 被撞死的 我都有把他抓去埋起来 哈哈哈哈 好 那这是一个隐喻啦 这是比喻啦 大家想说 至少我们不要去 生起这种轻蔑心啦 好 或者唾弃的心情 好 好 来 什么样子叫做无违犯呢 那无违犯者呢 就是怎样 你的心狂乱 好 或者是呢 你要用这个方便呢 来调笔伏笔 广缩如前 或为江户多有情心 好 就是说 假如 比如说这个刚刚讲的这个虐童 那众人所不能原谅的嘛 那假使说你现前马上就去接近他的时候 会怎样 你会使令更多人的心 引起一种公愤 好 所以你暂时的 气扯他的时候 好 是没有违犯的 暂时喔 不是说永久 好 或者是说祸复生智 或者是方便气扯 不做劳意皆无违犯 好 我们看一下旭公说的 这个 无违犯者有四种因缘 第一种 好 假如说你心狂乱 好 不犯 那么呢 这个同于至他 你自己的心狂乱 或者是呢 这个暴恶的友情呢 心狂乱 好 那么自己狂乱呢 则不能够教诲别人 好 如果他狂乱呢 他也不能够接受菩萨的教诲 好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或者是说要用方便 来调笔伏笔 广缩如前 为如前说 尚有出不善处 安利善处之文 就是说 你要暂时的气舍他 这样呢 他才能够知道他自己的过失 好 才使令他呢 会自己去检讨 反省 好 忏悔 那第三个呢 或为江户多有情心 就是这样子的暴恶友情呢 他被众多的友情共所激嫌 好 认为说呢 他呢 已经不堪教化了 好 如果呢 为了求利益 如果呢 为求利比一人 好 只为了说呢 让他一个人有利呢 使令众多的友情呢 失去利益 那么众多人的众生呢 心里呢 会生起一种显怨心啊 那么呢 这个是菩萨 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 好 因为呢 菩萨呢 是为了江户众多有情之心 好 不会比一人做诸劳益 好 菩萨是 为了保护众多人 好 不会为了一个人 来去做诸劳益 好 所以有时候啊 做错事的时候啊 不要说什么 菩萨你都不来帮我啊 好 就是菩萨有时候是为了保护众多人 所以 先沾死气捨你啊 好 第四个 或父生智其意如浅 好 就是说 这个 有时候啊 这个 生众啊 你犯了根本戒 你犯了根本戒呢 照理来讲 就是说 你就已经不入生疏了嘛 好 不入生疏 但是假如说他哭哭啼啼的 想来求忏悔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当成一种 学悔的沙咪啦 好 但是假如他要累贩的时候 屡劝屡不听 好 屡劝屡忏 屡忏 这样子的时候呢 你没有办法的时候要怎么办 气舍他 好 就好像生团里面这样子的人 你就是怎样 牵丹 请他离开 但是请他离开的意思呢 不是说 你就放弃他了 你是希望他 因此 而去改过 好 让他到其他地方 或者是怎样子 好 让他有一种改过的心 这样子 好 因为在你这里 你已经没有办法教化他了 你没有办法调伏他 你没有办法射受他了 好 那么他又会影响 生团中的大众 或者说 他都可以这样子做 那为什么我不行 好 所以说 为了保护大众 你就死好 使令他离开 好 请他到其他团体去 好 这是一种 无违犯 这种方便气舍 不做饶意皆无违犯 好 好 好 那么这个是 到这里呢 是属于这个障碍 在布什波罗蜜的七条界 到这里 好 结束了 好 我们下课 好 别和我 一句 我 感谢观看